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矮消息 今天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出大事了 一种产品就是这个电磁的原材料碳酸的期货 是正式上市交易 但是一上市 那就是全线跌停 崩盘 一上市就崩盘 这个碳酸里究竟是出啥状况的呢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是彻底完毒的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 这个中国正式被拒绝了 就一个著名的国际贸易协定 这个CPTP 由于这个主导的国家 现在是日本 不得了 正式被拒绝 中国将有非常多的人 因此丢掉饭碗 失业了 现在就 中国这个失业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现在这个46%的年轻人都没有工作 没有个证金工作 在 这就是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来这个习包子 现在已经是躲在他这个中南海的防空洞里面 瑟瑟发抖了 不是开玩笑 这个这个 陈生吴广 就要出来 里面能造反 这才是习包子真正害怕的 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 惹发 那不好 你以为他真怕美国 美国 斯文人他是不怕的 他真怕什么呢 他永远 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永远最怕的水 就是中国老百姓造反 没有之一 或者说共产党里面的人要害他 没有之一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电动汽车这一块 今天一个新的产品叫碳酸里期货 是上市挂牌交易 这个期货其实上来 他是想干嘛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报道过 这个碳酸里 这个今年以来 一直在下跌 一直在下跌 那之前我们就说他不行了 那中国政府就想推出一个碳酸里期货 目的什么的 希望市场活跃起来 然后用这个期货炒一炒 就把碳酸里市场支撑住 不要跌得太快 中国市场想 中国共产党想就是 但结果就没就成 现在没就成 这个期货一推出来 不单止没有止跌 还加速了他的下跌 很多这个把这个期货 把这个货卖出来 也就碳酸里的这个供应商 不单止没有因为有这个期货 把它支撑住 反而是不断在卖出 一出现的这个市场 反而是 哎 这就证明什么 这个碳酸里要出 他这大状况了 开盘之后 首批上市七个合约 全部低开 主力合约开盘下跌 3%就开盘就下跌 之后是一去不复返 截至找盘收盘 除了主力合约碳酸里 2401下跌 11.34%以外 其余六个合约均以跌停收盘 报21.16万元一吨 值得注意的是 碳酸里期货价格叫现货 我们之前报道过的那个都是现货 他说你去年是80多万了 现在期货到20万 没这真 嗯 交易还出现了差距 7月20号上海刚年发布数据显示 碳酸里均价报29.5万元一吨 29.5 那现在期货一开盘到多少 21 也就是这种期货也好 股票也好 其中一个功能叫什么 价格发现 就是他有一个预计 未来这个东西走势的功能 所以才叫做期货 期货就预计三个月以后 六个月以后 一年之后 大概这个商品的它的价值 对吧 它有一个领先的作用 所以这个碳酸里还要跌 现在现货是29 但是期货 因为它有些是三个月合约 我就不科普啥叫期货了 那没完没了 有一些是三个月之后的合约 有一些是六个月之后 有一些是一年之后合约 那这个到21块 也就后面还要跌 还要跌 所以这个碳酸里期货 现在基准价的24 这个有很多合约21 甚至还在跌 现在就一分这一秒还在跌 所以挂牌价比现价 现货价格低了30% 现在很多这个做碳酸里 磊矿的公司已经全亏损了 全亏损了再跌真是不行了 今年以来碳酸里市场价格出现明显的波动 现货价格从51万吨去年是80多万吨 51万吨 然后前四个月碳酸里价格快速下跌 4月中旬低点为17.6万元一吨 跌幅超过65% 跌了65% 这就是崩溃了 而背后就是什么 中国的碳酸里的需求正在崩溃当中 所以我三番四是说 中国什么什么吹吹什么电动汽车全是骗人的 肯定是骗人的 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可以 它的碳酸里的需求没可能这么糟糕 整个碳酸里的市场现在处于崩溃的状态 卖不出货价 你说怎么可能电池卖得很好 但是碳酸里一个就没人买 你说这个面包很畅销 面粉不好卖怎么可能 是不是 你说炒饭很好卖 这个米不好卖 这可能 米的价格大幅下降 肯定是炒饭 相对的下游这个东西 就螺汁 其中一个产品 下游的产品 肯定不好卖 肯定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电动汽车造假 很早就说了 这个碳酸 现在的市场就明显的证明 中国的电动汽车需求出大状况 中国本来所有需求都出大状况 我们之前报道过 牛奶 中国的牛奶需求少了百分之三十 除非中国人就少了百分之三十 除非 当然中国不是全部人都喝得起牛奶 真的 中国有很多很穷的落后的农村 中国有八个亿人没喝过牛奶 没喝上牛奶 到今天为止 中国就三四个亿的人能喝上牛奶 告诉大家 中国少了三分之一的需求 牛奶 你说为什么 那这个是不是不喝也行 这个一方面可能要不 你就不可能中国没了三分之一人口 是吧 这就有点科幻了 对不对 但是也不排除 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更大可能性老百姓没钱 少消费 少消费 这个可不喝少喝 或者说每个人都少喝了 以前天天喝 现在隔三茶五才喝 那就是缩水了 再到广州酒家我们都说了 广州人都没钱消费 难道你指望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歧视内蒙古 我不歧视什么什么什么林下 什么什么青海 我不歧视那边 我觉得在总体来讲 那边的经济是困难点 是困难点 这是事实 你比如我说什么什么伊拉克经济 比美国差 这就不歧视 这伊拉克经济比美国差 这是事实 对吧 广州的人都不消费 还指望青海的人消费 有可能 广州的人都不消费 广州本地人都不吃 都不喝茶了 就这么简单 而且能在广州酒家消费的 那还是留点水平的 不去广州酒家消费的 你想他 我们还还指望 广西来振兴 所以这就作为这个情况 需求大幅减弱 而且这个股票市场上面 铃电池概念股多数下跌 金冠股份跌7.0% 这些都是做铃电池的 天力里能保利新 浮能东方跌幅剧前 今天都今天全部下跌 龙头股明显下跌 天旗里业 干风里业 天赤材料等等 就是全在下跌 德方纳米也是做铃电池的 预计上半年亏10个亿到11个亿 主要是原材料 铃盐 这个铃电池 这个盐 铃盐的这个价格大幅下跌 下游需求放缓影响 做铃电池的说下游没需求放缓 因为我亏损 所以我才亏损 那下游的那个比亚迪天天说的 说的说他很畅销 你说这 这不毛 这 这假不假 这太假了 就像中国 那秦刚 秦刚是外交部的部长 外交部的部长 然后你问外交部 外交部说不知道自己部长到哪里去了 外交部不知道自己的部长哪里去了 那是证明外交部的能力有问题 还是政府政府 你说让人怎么理解呢 是吧 你外交部竟然不知道你们的部长到哪里去了 一个多月了 我们等一下才说外资投资的事情 所以这个林德世代 林德世代也是出状况 7月初 林德世代要求正级材料厂以市价9到9.5折 与其结算 其实就是继续继续压价 林德世代也在压价 林德世代为对中油正级材料厂压价消息作出回应 他这个就是真的 所以林德世代也在压价 到处都是往下走 从林德世代做电池的 再离矿的 挖离矿的 再到下游的电动汽车 一定是不行 与此同时 为什么我们从需求 说到中国电动汽车肯定目前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特斯拉 我们还说到特斯拉 我们一直在关注特斯拉的这个降价的问题 北京时间7月20号晚间 特斯拉大跌9.70% 特斯拉是要小心的 包括之前跌下来 我当时我公开说了抄底奈飞 听我说的人都赚了几倍 都赚了三倍以上 奈飞 我现在说他最近反弹 反弹基本上到位了 这上面空间也有限 跌下来 能兜住在上面的空间 暂时他还需要调整 包括奈飞 包括特斯拉 我都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 这个特斯拉大跌9.70% 暂时不要玩 暂时不要玩 要观察到后面的一个场 他还进入观望状态 就会进入震荡很张一段时间 创4月20号以来 三个月最大的单日跌幅 这就是开了个头 但是不代表他会一直跌 但是他向上的空间暂时没有 就这个意思 7月20号特斯拉发布第二季度财报 看上去还不错 收入涨了47% 但是禁令值涨了20%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降价 降价促销 营销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是特斯拉二季度利润持续下滑 他在降价促销嘛 他在抢占市场 特斯拉还处于他要把市场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他跟这些国家谈条件 你看跟韩国谈条件 跟德国谈条件 绑定这些国家的关系之后呢 他才能活下来 尤其是德国 日本他打不进来 他有点打不进来 日本的环境比较封闭一点 相对因为岛国嘛 而且丰田竞争力本来就非常强 所以他估计打不进来 德国是救命稻草 德国他不能没了 所以特斯拉其实是赌博心很强的 为什么 他一方面呢降价促销 然后抢夺到市场之后 以这个东西跟这些国家谈判 我说给你创造就业了 反过来绑架绑住这些国家 我不说绑架啊 就比如德国 不然德国这个大众什么宝马 这些起来 德国未必买特斯拉的账 特斯拉一旦不能绑定这些市场 和国家之后 他可能是够呛的 但特斯拉坐美国也行 起码美国市场够大 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还行 起码他还能稳住美国嘛 他打不出去 比如德国他打不进去 这个日本打不进去 他起码能三分天下嘛 所以这个特斯拉现在 他主要是先稳住他的地盘 不然的传统汽车厂一旦进来 他这吃不了都肉了 所以他现在必须把泡沫先做起来 对于特斯拉来讲 他也有他的严峻性 所以他的紧迫性 他会一直降价促销 财报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 营业利润下降百分之三 环比一季度下降买为9.9 所以特斯拉顾不定中国的 他要顾住 他自己都顾不定 他自己都有很 市场竞争毕竟是残酷的 是吧 他有很迫切的需求 他会继续降价 一降价 特斯拉本来也跟中国竞争 我说了 特斯拉直接就干掉所有中国 电动汽车在传统汽车厂在进 所以中国只有一条路 抱住传统汽车厂的大腿 反而是这样 真的 中国其实抱住丰田的大腿 抱住 他一旦跟这些闹掰 特斯拉其实是独自的 中国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要说真的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比亚迪真指望的 那玩意儿 那玩意儿是吹的 跟华为一样的 那玩意儿是用来吹的 不是真的 到时候一个换代 你比如这个电磁 换了一个新的代 然后把技术一进去 你卡 那你跟不上 马上就把你踢出去了 所以特斯拉会一直降价 然后跟中国还要抢市场 所以中国本来内需也不行 也就是苟延残权 苟延残船 在中国是没有大的机会的 这个机会就一直往收缩 通缩嘛 与此同时外面是继续给他压力的 比如这个驻美大使谢峰 表示美方迄今为止的制裁 导致中方无数人失业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懵 不会说中国很牛吗 这个美国错失了 大好多中国发展的红利 都是替美国操心 美国这个没了中国不行了 中国有这个广大的空间 美国要措施机会了 他之前都这么说的 他说美国的制裁没有用 中国会自主替代 之前都这么说的 现在突然间180度转弯了 是个谢峰说 美国迄今为止的制裁 导致中方无数人失业 突然间这个说法 你看包括这个民营企业31条 突然间这个民营企业就是亲人了 就是自己人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真不行 代表他真不行 现在中国肯定是出了大问题 就之前他持口否认 美国都没事 我们中国不单止制裁 不会打倒中国 制裁还会让中国更好 现在变成无数人失业了 现在开始怪美国制裁了 美国为啥制裁你 你想想你 你要天天要打台湾 人家是为了全球的和平着想 不能给你欣骗 是为了和平 为了安全 我管你事不事业 是吧 到时候死人了 安全第一 现在又跳出来 今天最新消息 中国申请CPTPP被正式拒绝 我甭管这消息真不真 中国肯定会被拒绝 加入这个组织 这个CPTPP必须满足五个条件 第一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 在中国就没有 第二就是中国先先把细胞子 去掉 你都无限连连的这个东西 你就不可能加入 人家提一个条件 你这个细胞子不行 开放和自由的经济环境 中国有吗 谷歌能进中国吗 中国能上Facebook吗 具备长远的市场前一指 没有 中国没有 说真的 中国长远是在衰退 人口是在衰退 良好的劳工生活和工作权益 中国也没有 其余的会员国一致同意 这不可能 英国加进去了 现在成员国 澳大利亚 文来 加拿大 自立 日本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秘鲁 新加坡 越南 英国 英国是刚刚加进去的 英国已经表明态度了 中国想加进来 必然会一票否决 不能为新的成员放松标准 其实也包括台湾 台湾标准是可以的 现在台湾之所以不能加入进去 主要是会 其他条件台湾都没有问题 台湾现在就一个 就是有 是否会有成员国 不同意 台湾材料已经交上去了 交上去之后 现在主要是就是一致同意 这个有些国家不敢 包括日本 我是说是日本敢不敢 这一做基本上就全面跟中国闹牌 这中日本并非不可能完全跟中国闹牌 而且日本就是让台湾加进去了 中国是否就真的会跟日本闹牌 我是抱有疑问 因为中国现在都低声下气 又跟美国谈 又跟中国现在可能没条件 中国彻底掰 他自己也是要电量电量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 很明显中国肯定是没戏 中国现在到处都被堵入了 包括之前的欧洲协议 欧洲协议黄了 美国基本上黄了 其实一个北美 一个欧洲 一个日韩 主要就是这几个大纸市场 欧洲呢 现在排中国共产党排排的不行 所以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到处 他找不到突破口 出不出 目的地没有 他为什么天天在埋怨印度 他还要进入印度 除了印度他们其他地方还真的懒得理他呢 所以中国现在他到处外面的订单真没有 订单都在外面 中国所谓拿出来卡 这个所谓卡边 或者说那些都是行不通的 你比如说什么 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芯片市场 或者说说什么速控机场市场 这些都是假的 我上次说了 芯片是个中间产品 跟螺丝是一样的 只要这个终端的产品不给中国做了 中国就不是芯片的市场 就这么简单 这电冰箱不让你做了 你就不是电冰箱的零件的市场 中国现在是芯片的市场 因为它有终端的产品的订单 那终端产品 你现在一转移吧 不就搞定了 最后的终端 最后终端还就那几个发达国家 日本的欧洲 北美 就这么简单 人家北美 北美还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无论我们可以从其他数据一看 北美就是最大的市场 没有之一的 其实因为美国有三个多亿 三个多亿 还有很多都是黑的 你都算不清楚 美国的实际数目比统计的要高 中国的实际人口数目比统计的要低 明白吧 所以美国人均消费率也高 所以就真的就没法比 没法比 中国现在订单不给他的 什么去欧洲一个订单签不到 还有重庆设计 反正都差不多 中国人的失业问题 最后就回到失业 一个电动汽车也不行了 一个转型 经济的价格结构的转型也不行了 现在整个需求的内需在坍塌 外需不给他玩 所以一类一外 整个需求都没有 他在做什么 所以什么都没得做了 现在失业率一半了 陈胜吴广要来了 所有世界上的经济体 只要失业率高个20%都要造反 肯定会乱的 现在没乱只是没开始乱了 会来的肯定会来的 时间长短的问题 一旦长期有个一年时间都是这种 所以中国共产党急的 现在时间有限 先说到这里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